沒有任何的預先的立場 這個是要收什麼 或者是要不要收 大家覺得有什麼問題還要討論 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透過討論之後 可以更加是能夠進一步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 我們的新聞自由 我們是完全開放的 所謂推出的民調和他的態度 我們覺得 一業家來說覺得相反 是想控制新聞 儘管新聞局不斷強調這次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 沒有既定立場 但事前既沒有諮詢新聞業界 也沒有提出諮詢文本和修法理據 有來不少從業員的罵聲連連 有新聞團體更痛批新聞局的做法是霸王硬上功 而且由官方主導的商議士民調 對是否設立出版委員會等監管機構充滿引導性 是誤導式的設計 或者是為了指向自己的目的來設計 極少數的事件 他問有沒有可能 連這樣都沒有 這樣答一定是有的 那死了 哇 我得出澳門新聞媒媒 是有誹謗公眾的 有誹謗官員的 那死了 李江強調 目前刑法已經有足夠的法律工具 規管設計誹謗 發放假消息等方面的不當行為 並沒有必要設立其他機構監管傳媒運作 不需要假守政府 由政府委任一個有法定權力 可以通過法律去懲處一些去調查 覺得是有問題的人呢 是做這件事 因為這樣做很明顯的人會覺得 政府會不會是通過一個這樣的手段 去監管傳媒呢 杜耀明指出 傳媒監管應交由行業自律 或者社會團體監管 但前提是 必須有成熟的公民社會為基礎 否則很容易有人協名義來前置新聞自由 澳門媒視彭艾茨王冠中澳門報導